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因为其实这次的选举 从中央到地方 到处都是萨卡都 在这个状况下 你可以分析一下 你现在选情的状况 让大家知道吗 是 其实我自己 因为我们是每一天 都很认真的在 跑各种不同的行程 那讲跑行程 不是单纯去拔暖 就是我是很认真的 在各个不同的场合 包括是一早在路口 跟大家宣讲 那或者是接下来到市场去 跟大家拜托 那也任何抓到机会 我就让大家知道说 我想做的事情 我的证件是什么 那为什么由我来做会比较好 那接下来在各种不同的场合 我们就一直不断地 在做这件事情 那事实上 我们自己所观察所看到的 不管在路口的宣讲也好 在公园宣讲也好 在各种不同的参会上也好 其实反应真的是蛮好的 就大家从来没有想过说 原来一个立法委员 应该做这些事情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说 一个立法委员 其实不是只有骂人 不是只有在立法院丢杯子 丢面粉 绑铁链 不是只有做这些事情而已 还有丢猪内脏 真的是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 对 一个立法委员 其实他应该要做的是 一个专业的立法 修法 然后在这里跟我们一起 不管是走市场也好 其实是应该要聆听 大家的声音 知道选民们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其实我自己跟我的对手 其实有一个蛮大的差别 因为我们一直都是选民 我们一直都是选民 所以我们完全能够理解 这些大家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例如说我每天送小孩去上学 我们知道这就在塞车 为什么不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送小孩去上学 就知道大家为什么要长途拔涉的 来这里读书 因为学校就是不够啊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完全理解 应该说我们的邻居们的需求 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其实就是代表着 跟我们一样的这一群人在一起 那所以我自己跟我的两个对手 其实有一个蛮大的差别 他们其实真的是离我们的选民 真的还蛮遥远的 那所以包含像这个我们现任的 在区域的立委我们的林委员 其实他的服务处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每天上班必经之路 其实到现在我都还没看过他开过 真的吗 对啊 你说他的服务处没有开过 他的服务处 有这样子的吗 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真的还没看过他 有打开门过 所以一个服务处 那服务处是谁在处理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民众不会生气吗 想说我要找委员 结果找不到 就选举的时候一定找得到啦 选完就关起门来 选后再打开 选举前一年再打开 对所以其实我们自己看的 都觉得还蛮有趣的 包含我们身边的邻居们 同事们 大家在讲 这个真的还蛮有趣的 就是包含新闻量啊 这个发文的量啊 或者是做事啊 会刊的量啊 哇 全部都集中在某一年啊 那也就是这个 在整个发展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等于选上四年 其实只有最后那一年才有动作 是不是最后一年才会刊 最后一年才推证车 才推证机 我们的选民们 真的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在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大家愿意给我们的现任委员 一个机会投他选了出来 结果怎么好像没有看到 做了哪一些事情 那再来就会产生更有趣的现象了 是 因为最近我们开始在路上 看到很多看板了嘛 对 那过去我们都非常清楚 那个中国国民党的这个立法委员 哇 拼命地挡我们的前瞻基础建设 对啊 他们都是前坑 对对 那结果现在要选举了 结果哇 到处的看板挂起来说 哇 他们争取了好多亿的这个经费 从三亿 五亿 十亿到现在最新的看板应该有 或者是他们最新的说帖 已经到了七十多亿了 那七十亿在新竹县我想 是很大的数字耶 非常惊人 非常大的数字 对 因为我举个例子 我们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才四十多亿 对 对 一个四十多亿就可以盖一个这么巨大国际级的一个流行音乐中心 结果在我们的新竹县七十亿 理论上应该要盖了两个 或者是起码是两倍大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竹东的这个基础的设施 不要说这种大型的建设啦 连基础的小型的这个基础设施 路坪 灯亮 水沟通 可能都没有办法完备 对 道路可能坑坑巴巴 连路坪都有问题 对 更离谱的是 其实我们很多地方都还连自来水都还没有 天然瓦斯都还没有 共同管沟都没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对于我们的未来一个所谓的科技城市的发展的状态 我自己其实是真的还蛮担忧的 所以其实我都觉得我们的现任的委员 为什么我会毅然决然的要出来挑战他们 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没有办法看到 我们选民们的需求到底在什么样子的地方 哇 真的很有勇气也很有决心 好 那如果有网友朋友是新竹人 我们留言一下 看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们一起让盛凯可以知道 那当然我要问一下夫人啦 因为说实在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个选举过程中很辛苦 那因为你们也算是新人啦 然后过去没有背景 那在这个地方就也说没有曾经有个耕耘 因为他过来是老师嘛 那所以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中 我相信有很多心酸啦 也常会被抹黑 你可以分享一下这段时间里面 有没有人 就是说你们的对手 有没有恶意的去抹黑 那有没有什么需要澄清的 我想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手啊 其实大家应该看新闻有看到嘛 在大概今年九月初的时候 曾盛凯有参加一场民团办的 所谓声援劳工的记者会 那同场还有我们另外一位 女性的在野党党主席 是 那但是那天晚上回来 曾凯发了文之后 就开始有网友说 好恶心不请自来 然后我们就莫名其妙 后来就有网友把我们所谓 我们这一位女性党主席的私人脸书文 贴到留言处 我们就发现 原来是他在自己的脸书说 曾盛凯不请自来 然后说在 后来我们拿出了我们的彩通 贴在留言处说 我们的确是有受邀请 有在彩通上面的 同时还有我们同党的 我们隔壁另外一位选区的候选人也在嘛 然后但是后来就因为这样被他们的支持者谩骂 但是事后也没有道歉 也没有得到解释 那那个时候其实是选举的初期嘛 才9月 所以心里面难免受伤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 申源劳工或是参加民团办的记者会 应该是不分党派 越多人关注越好 才知道原来那是别人觉得是他们的场 觉得我们不该去 或是我们抢了人家的风头 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甚至是排挤 那时候还蛮伤心的 但还好曾盛凯是一个身心坚强的人 所以我们才知道说这就是选举 原来这就是选举 那包含之前上个月登记参选的时候 跟另外一位我们现任委员 盛凯想跟他握手 因为真的从面前走过去 那我们再怎么样是政治上的晚辈 人家是前辈一定要打招呼 那曾盛凯生出手被对手无视 当然这件事情后来媒体有把它写成新闻 还有片段 因为当场还有非常多的媒体朋友在 然后但事后林委员有解释说 他不是故意无视 只是那时候他急着要去处理那个登记的事情 对 那我相信说这样子的一些互动 因为毕竟是竞争对手 那个无可厚非 那我们都把它当成我们进步的一个养分 是 因为你会知道说其实选举就是很残酷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动作都会被人家解读 也可能会被利用被操作 所以我们只能够 我常跟他讲我们就是心存善念尽力而为 因为再怎么样 我想没有人会喜欢负面的选举 我们不可能从头到尾都学人家用负面的选举方式 如果被抹黑我们就澄清 那如果被谩骂我们就解释 我相信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们的品格气度 然后你端出来的证件 你这个人的形象 你的愿景 其实大家是看得到的 对 因为其实你们夫妻就是很正能量 你知道吗 其实我常说相由心生 其实看脸就知道 到底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心情 什么样的心态 对 那你又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选举也好几个月了吗 有没有什么令你们感动的小故事 因为我现在在拜票过程中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认同你们的选民 可能会跟你们分享一些事情 或者是可能跟你们澄清等等的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早上才刚去市场 去拜票回来 然后我记得才扫到前面一段 马上就有老板拿了一个昂骨粿 那客家话叫缝板 他就是让你讨吉利 就说要请盛凯吃 对 然后后来扫到尾巴了 有那个卖花生的老板 一看到我们就拿一大袋花生说 好事会花生 然后还有发面纸的时候 那个老板就直接对着空气大喊 国会要过半 还有这种 然后还有拿到面纸 那个我们的文宣上面是有 赖清德总统候选人 江北京副总统候选人跟盛凯 有一位阿嬷年纪真的也蛮大 他就拿看着面纸 然后扶着我说 看到这个我就安心了 然后或者是公园 我们遇到今天在那树下 有一群老人家在泡茶 然后那个老人家问说 他抽号码了没 我说还没 他说可是总统抽了 我说对啊二号 然后阿嬷就说 我们这边都是 都是会投这个的 不用担心 你不用担心 对 这个都还蛮暖心的 那当然途中 偶尔会遇到 不支持我们的政党 讨厌执政党的民众 像我也曾经在 致辞的过程中 直接被 我用课语致辞 我们常常在客家庄 我都用课语拜票 就直接被反对者用课语 嗆说听不懂啦 然后当场就会有另外一个 支持者吼回去说 你干嘛 没水准 那我觉得 可是这对我来说 都是一种体验 对上凯应该也有遇过 其实在选举啊 拜票嘛 那遇到支持的人 不支持的人 其实都有 很多 但是我自己都觉得 我们自己的 在至少在我的选区里面 其实理性的人 真的还是蛮多的 那其实我自己觉得 很多时候 我这个蛮容易感动的人 我还记得好几次 其实还 最近越来越多次 就是看到我们会去 透过发面纸也好 或者跟大家聊天 那每次有时候 发面纸的时候 我最常遇到的一些人 他们会拒绝我 他们会直接拒绝我 说不用不用 好 然后但是他们 一开始会觉得说 好吧 可能不是我们的支持者 或是不喜欢我们的 但是后面的下一句都 我都会眼泪都快要掉下来 他就会说 我们是一定支持你 你把你这个文宣 再去多发给一个人 你就觉得说 天哪 对他知道 因为我们的 选举资源没有那么多 对他知道 因为这个新人 其实募款不易 我自己参选第一次 我也是最后是负债的状况 所以我真的很能理解 那个选民帮你 微微省那一块钱的面子 你都觉得那是很感动的事情 他说你不用来我这边了 我会帮你拉票 你去别的地方 对就是他说 你不用来 我们这个没有问题 你不要因为我们扫市场 我们走市场 或者是在街头的频率 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所以他们就说 没关系这个不要来 赶快去别的地方 那我就觉得说 哇好感动 就是甚至很多 很多姐姐大哥 连我们的证件都会背的 都会背的 都会背的 他说 这铁本 我知道啊 你上次不是讲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露营区的这些问题 你上次不是讲天坑的问题 但是不是讲交通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啦 这个没问题啊 加油 加油 那就觉得说 哇真的是很感动 就是我总觉得 大家有时候会说 选举是感性的 那或者是说 我们要激起大家的那种感动 激昂的感觉 但是其实 我们也是有很多的选民 是非常理性的 真的是看到 现在的政见 现在的 现任的立法委员 他们可能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或者是他们看到我们的政见 觉得 这个真的是他们所需要的 未来的新竹线的发展 那所以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 就是交换彼此的讯息 甚至 还有几次 好像还有那种 态度很不好的那种 这个 不支持我们的人 那 很生气的 譬如说我太太遇到的 她说 听不懂啦 讲什么啊 那后来 在台上毕竟我们有机会拿着麦克风 就讲政见 让大家知道 讲完后来 下来之后 她其实看得到她 眼睛带着 泛着泪光 然后告诉我们说 好 有机会的话就真的好好做 我说 这不是刚刚同一个阿伯吗 就是 你有感动他 对 就是他能够理解 我们出来并不是说 我要 我要 我要做个什么大官 或者是我们今天 想要谋取个人的利益 其实都不是 就是 看到了这块土地 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的机会 而这个发展的机会 在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都没有被发现 现任的委员也都没有发现 那所以 我很希望 透过我们的眼光 透过我们实际的作为 真的去做一些改变 那我想这样子的心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我们的选民 其实也都是能够认同的 对 所以我自己都觉得 哇 这个过程 就真的很容易感动 真的很容易感动 感动别人也感动自己 是 那我有点好奇 那这样你们的女儿呢 她因为现在等于说 她的生活也完全变得不一样了吗 她有跟你们去拜票吗 还说她有对爸爸参选 有没有什么想法 她 因为我们基于保护她 年纪还小 没有让她拜票跟参加公开行程 那平常白天上课 然后晚上 我一定会想办法在七点安亲班关门之前接她回家 然后但是爸爸还在外面跑行程 所以像最近爸爸大概都六点多出门站路口 然后晚上九点十点回来 就变成她其实都没有看到她爸爸 那我印象很深刻是 上个月有一天睡前 她就问我说 妈妈你支持爸爸选举吗 我说支持啊 怎么不支持 她说 其实我不支持 我说为什么 她说 因为爸爸都没有时间陪我了 真的喔 对 然后我就说 有心酸酸的感觉吗 她真的是哽咽 对 我说可是等选完就会比较好啦 她说不会 因为等如果她选上 她就会更忙 然后我说对啦 然后她说 可是如果选输爸爸会难过 然后她就哭了 啊 那我其实也真的快哭了 因为她现在六岁 其实似懂非懂 我其实她还蛮成熟的 好像知道选举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但她不是很清楚那个过程 她只知道爸爸陪她的时间变少了 那不过她是有跟我说 她说 可是爸爸说 她如果选上 就可以改变我们这个地方 对 那我觉得小孩也是我们的很大的力量啦 因为会觉得说 在我们的选区有无数个跟我们一样的家庭 对 有无数个这样子的孩子 对 然后这样子的爸爸 这样子的妈妈 那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出来帮大家争取建设 谋取福利 那这是 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啦 所以我就跟盛凯说 我们就全力以赴